同學協會 今天我們在祈禱 忠先生 忠義信先生 以及在我們這裡 山西寺 他們都在這裡 現在目前都在管理 他們在這裡 這裡的地方 這裡都在做 比如說白年財 在這裡 他們在聽我們這裡的祈禱 講過 上次的警察就要聽他們講 我們現在 請請鼓勵 來 請鼓勵 來 請鼓勵 請鼓勵 各位大家好 我們這裡 在山西寺 去那天 他做檔期 沒人收紅包 大家感念說 這裡在學校 沒收紅包 你一次才去一間廟 然後 從這裡有一個 一個租金 台師開這條路 路整理起來 台師有關的東西 建材 這裡開這間廟 這間廟 算是老大去的 從民國五十三年 那時候我們就開始擔工 到民國七十多年 才可以做保護 現在這種情形 然後 因為我們的政府有在 度數價格外外的環境 和這個土地 麻祖經的 這全床外 不能繼續建設 我們現在可以算是 已經幾十年了 因為以前 我們以前 學校比較多 我們好像對著在宗教 他是有一個 健康的心 在做 但是 他也不想說 怎麼來 生年要在床法人 還是說 生年在 法人的名稱來管理 所以 是我們團統的 這種跟我們家庭的關係 會的關係 我在這裡 算是 因為 在這裡 照顧比較方便 我們離廚 在這裡很近 所以 過去 都在這裡服務 還在這裡做生意 以前 沒泡麵 沒在拚 算說 請我們那些兒子 大家大學 對著 他們這 生年 如果有一件感恩 大家這麼重來 大家不痛笑 這麼有緊張 有什麼 他們那個 他們 能夠問我 他們 叫我講得很久 真的 有人家不記得 那你問 有人家 我就回想起來 可以 好好講 你怎麼說是班超優子 先說是班超優子來救世的財政 那裡那裡是在民國四十三年那時候 剛才那個劉行甘母 我們阿嬤他出門說來那裡救超優子萬年吃就好 那時候民國四十三年那天高熱很嚴重 在那裡吃就好 好之後他有在做機動在救世 所以像在台北那時候 人家看紅樓頭上去還叫人家吃到吃暗 小孩抱著媽媽抱著他還在出門 所以大家對他很感心 他如果說要開樓到後來要開樓 大家我們賺來 是說信者大家都很感激 我是聽說我是聽說在那個地方 就是那邊有燃亭那個地方的臭臭臭才有效 所以一定要在那邊 臭臭臭他們都講臭臭臭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求的不一樣 因為有的像 如說那邊有到 solutions 公共有個體驗 公共有種公共有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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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公共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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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抚 比較愛心 研究的時候 因為我們之前剛才做工具是 抓青檔的在家裡 現在是減眉女中那裡 對面那裡 然後我們才來 不可以跟我們在家裡有這麼強勢 然後這裡開始有這個草藝 這個強勢之後 我們要做那時候 來我們在鼓鼠那裡 檢門 好像一禮拜來一禮拜,來這裡面一禮拜 老前二月十... 以前是三月十九,太陽新年來這裡拜拜 還要這裡改二月十九,二月十 以前是拜初的,還要拜祭 因為我們台灣,過去是像民間的信用 家庭都好,不是六禮拜,還要六禮拜 鍾先生說的,阿嬤就是樹貞的媽媽 還有什麼提議嗎? 還有什麼提問的嗎? 以前那家裡帶李仲斌 李仲斌很少看到這樣的事 因為那個銀材在那裡,以前是垃圾紫蘭宮那裡的當地 我們說後來,因為政府有破除迷信 不可以在紫蘭宮那裡 那個銀材這麼大在金美女中對面那裡問 我們現在,他本來也算比較開面 他是說,有朋友我們就要找醫生 不可以去問那個跳檔那個不好 我們阿嬤很新的 我們阿嬤去問他 他說,在那裡去那裡,他人不好 住在台大,要去那裡去青檔 我們阿嬤才開始生,又開始有名字 不然以前也是說,年輕人那時候 我們阿嬤也像這四十 民國四十一十年那時候,又很年輕 他也因為說,我們人就要科學啦 不可以迷信 但是那個病在台大醫院那裡 好像不太好 這是仙公廟啦 這樣說什麼仙公廟? 那是仙公的檔機啦 在那裡去問,再抓青檔 像以前我國四十一廟 他這也是抓青檔,這麼長的 那個 剛才我國四十一廟,那個檔機 現在就是這個孫姓宮 他買了到廟後後 政府,我們的政府就是不可以跳檔 這買了這麼開放才可以 沒辦法一段時間不可以跳檔 公廟後可以跳檔嗎? 一段啦 他那時候好像經常聚會